這個股份其實有機會去到220多至230元 我上次說 回一回 消化了獲利股盤之後 有機會再上少少去到220多至230元 230多點來就是這個 就是之前的密集區 試了幾次穿了下來 前浪底的阻力就在 之前的密集區穿了就很大跌下來 上次說會去到200多 3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是229.6 就是230左右 與此同時的220也是整個跌下來 彈了一半左右 所以就有機會去到這個位置 今天就已經去到220多了 基本上與上星期的預測 接近227元 非常接近之前提過的阻力位 所以去到這個位置 你說是否要翻樓 翻樓我想也要等下 不是 不用急著的 因為低位上了很多的了 你量度一下就知道 低位 8137上來 現在去到227 差不多100元 90元 升了90元 一口氣衝上來 又升了一個重要的阻力位 所以短線 我預期去回軟的機會是大 雖然今天又有好消息 比亞特管理層說 跟小米在討論汽車項目的事情 討論的事情 討論的事情 可能有些新的發展 股民當然興奮 但是興奮還興奮 它已經升到一個重要的阻力位 而累積升幅也是頗大的 所以你預期去到短線出現回軟 或者獲利回吐的可能性 是有存在的 所以即使回軟 不必心急 等它回軟 先回回去 回到重要的支持位 先考慮 重要的支持位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小燒的前浪頂 之前這個 就是200元左右 來自走 今喝到一個 紀念 發展 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